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都應該會留意到 我之前介紹過電批不同的用途 其實電批除了可以幫到大家 DIY 維修之外 就連煮食都可以幫到手 今天就讓我介紹這個電批專用的攪拌器 給大家認識一下 這個攪拌器的外形和一般打彈器沒有什麼分別 頂部都有十幾條金屬線作攪拌的用途 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六角頭 只要安裝到電批或縛批上就可以進行攪拌 事不宜遲,現在也是時候試一試用它來打彈 看完示範後是否很想馬上買回家炒蛋做蛋糕用呢 不過當大家衝出去買之前 讓我給大家多一點建議吧 首先就是打蛋,打麵粉的時候 盡量不要按盡開關 半按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電批轉動太快 就會很容易令食物飛出來 另外正所謂病從口入 所以大家應該盡量準備一把全新的電批去做食物 就會比較乾淨衛生 到最後如果大家對它有興趣的話 不妨到旺角新田地街找找它 到最後了